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日本职场压力大导致过劳死的议题长期以来备受关注 日本虽然在2014年实施预防过劳法 规定政府相关部门定期向国会提交过劳死的调查报告 并且采取建议措施 但根据后生劳动省公布数据显示 近几年来过劳死和自杀的案件并没有下降 几乎都维持在200件左右 而且整体看来 员工每周加班超过法定时数的企业至少还有两成 日本上班族已加班出名 过劳死的议题因此备受关注 日本后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 去年因过劳死和过劳自杀 含自杀未遂者 被认定为职灾的案件有近200件 这个数字近年来一直没有下降 四七孝子是过劳死劳工的家属 他的先生30多年前过劳死 生前每天工作14小时连续长达10年 最后身心俱疲走上自杀一途 四七从此投入过劳死家属的支持团体 宣导过劳死的严重性 他表示日本法律明定每周公时为40小时 但是有没有遵守还是要看企业主的良心 像是这家科技公司 每到晚上六点 主管会强制所有员工下班 如果真的要加班 请写下打算加班到几点 这项做法实施四年来 员工整体加班时数减少六成 也不影响营修成长 不过像这样重视过劳线上的公司 应该算是少数 厚生劳动省先前针对一万家企业调查 有超过两成的企业 员工每月加班时数 都超过法律规范的80小时 目前日本每五人 就有一人正面临顾劳死的危机 这项社综合报道 雅加达省长中万学 涉及亵渎宗教案13号 在雅加达地方法院开庭审理 他一扫过去的硬汉形象 在法庭中声泪俱下地说 他无意诠释可兰金 更无意误入伊斯兰 寻求连任的中万学日前在演讲中提及一句可兰金文 只对手试图利用宗教影响政治 被伊斯兰团体认为这是侮辱可兰金文 并且提起控诉 近几个月来成千上万的穆斯林 多次上街游行抗议 要求逮捕中万学 但也有民众表达支持 中万学是印尼雅加达首位华裔基督徒首长 预计明年二月大选争取连任 如今被列为宗教亵渎案的嫌犯 原本被看好的政治前途蒙上阴影 若他被判处有罪 罪以高将可处九年徒刑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耶诞佳节将近 白宫内装饰的璀璨夺目 美国第一国人密学欧巴马 迎接美军眷属参观白宫 感谢他们为国家辛苦付出 而这也是欧巴马夫妇 最后一次以白宫主人的身份 迎接耶诞佳节 当我们珍贴护我的最后一季 庐历尾的最后一季 我是思考方的回忆 回忆到当我们来到夸乡 在千元社会 并希望进入这个设计 到很多人网友 从各种各种各样的解载 좋아요 我们在老豆厂 画法马 伍主带的在职面前 超过两季的季度 和关于序尔多一个外季度 而且口词 四季度 白宫今年耶诞装饰走简约风格 纵使依旧缤纷亮丽 但装饰品中高达九成是回收再利用的 其中这一棵以铅笔和蜡笔布置的耶诞树 是特别响应力学而推动的 让女孩平等受教的倡议 格外具有意义 是为了推荐所有人都得到教育 52万女孩全都不去学校 所以这是美国的建议 帮助教育 走入白宫感受浓浓的耶诞气氛 以美国第一家庭两只宠物 Bull和Sunny为模型的巨大玩偶 逗趣又可爱 另外国旗以欧巴马参访军队 以及以军方互动的照片组合而成 而应景的姜丙姑 则是以乐高积木的方式堆叠成白宫 以及夏威夷州的特色建筑 充满童趣 新年白宫装饰全由义工敲刀 秘雪儿也特别致辞感谢 庄市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力挺婚姻平权 一群海外台桥与留学生日前聚集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前发声 国安会秘书长吴钊谢的独子吴迪也低调现身支持 呼吁政府应该直接修改民法第972条 而不是另立专法 有22个城市的台湾人响应这次行动 参与者除了支持修正民法 拒绝另立专法外 也呼吁立院各党团贯彻决议 拒绝杯葛或拖延立法 同时要求各政党负起改革责任 守护台湾人权价值 林杰认为或许社会无法达到完全共识 或完全不歧视同志 但台湾立法者应带领社会走在改革前端 而同性婚姻合法是基本的人权 与平等绝非伤天害理的事情 庄社记者郑重申 华盛顿报道 你今年几岁了 你都带过期了 那每个人都会跟你说 我们女人的时间跟他们不一样 不是想生就能生的 我的淡男情人获选第二十届 多伦多亚洲国际电影节并幕片 导演傅天宇和男主角凤小月 特地赴多伦多唱谈星片 封小月也谈到自己台英混血的文化背景 让她一度有自我定位的困惑 我觉得因为我的背景 好像在我的成长过程中 给了我一些限制 可能让我比较就是 花了一点点时间去定位自己 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 到现在开始它慢慢 开始慢慢成熟了以后 我反而有很多 很多不一样看世界的方式 让我试着可以让角度变得 可能比较有我自己的独特性吧 我的淡男情人女主角林依晨 爱吃冷冻食品 也在冷冻食品公司工作 正值失婚年龄却老是恋爱碰壁 只好先动卵等待Mr.Right 没想到遇到排斥冷冻食品的名厨 凤小月蹦出火花 老眼傅天愚擅长处理 富有冲突感的题材 芯片的构想也有这个味道 我是会买很多很贵的扫把 抹布这样子 那我一直觉得清洁搭扫很有趣 就是说它是一个 其实当中可以获得很多 身体的快感 那下一个电影文章 我很想要拍一个 非常喜欢干净的女生 跟一个很肮脏的男生的故事 这场记者会由多伦多 驻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举办 处长徐永梅表示 多伦多当地影展 逐渐注意到台湾的优质电影 持续良性交流 有驻台湾电影进军北美 中央社记者胡玉利 多伦多报道 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 如何处理他庞大的事业 回避政商利益关系 始终是关注焦点 日前川普终于宣布 将退出一手打造的企业王国 交棒给子女 并在15号召开记者会说明 根据纽约时报 和美国有线电视网CNN的媒体指出 川普目前持股的公司超过500家 而且川普集团和土耳其卡达等 至少25国有生意往来 就算是交友子女接管 还是有利益冲突的问题 川普将如何全身而退 有待记者会说分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